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Man 继续跟大家跟进屠龙小队案 今天已经去到审讯的第18天了 继续由控方证人本案同谋的屠龙小队 应聚证人王振强出来继续作供 他说王又继续作供 他承认他的汇丰银行的记录 包括来自财务公司的借钱还钱 马会的户口 人工 建造业会议课程的补贴金 和朋友借钱 和一些无条件愧赠给他的钱 王表示在2019年7月 辞职后就没有再有收入 靠户口收到家长和金主主动捐款 或者用现金方式捐款给他 作为生活费 用来买屠龙小地装备材料和示威用途等等 有关现金捐款总额前后加上超过100万 此外王又称 2019年12月8日被捕之后 是他自愿交出电话的密码给警方调查 而当时警员也有记录 王也有签名作实 王再三强调 警方没有威嚇力 也没有逼使 也没有利诱他去认罪 全部是出自于他的自愿 法官质疑便方盘问带入误导性成分 除此便方也承认盘问带入误导性成分 王也同意 对了 经常有几千元几千元 会用户口形式过数给不同的人 因为金码不大 所以用户过数就可以做到 如果金码大 例如买汽油胆需要五万十万 直接给验金 王表示曾经透过户口过数给林明浩 梁正熙和闫文谦 最后王称由2019年12月8日被捕之后 经历还压了约三年 自己深思熟累之后 基于个人的责任感 希望透过法庭交代整件事件事实的真相 这些有责任感 今天我先说到这么多 如果大家想知道 屠龙小队的案件更新情况 请继续留意审讯日后的最新发展 今天先说到这么多 下次再见 拜拜